大家好,我是吳仔 突發消息 MIRROR演唱會意外的意外報告終於出爐了 事發至今107日 阿Mo的父親多次催促調查報告結果 終於有結果 很多事情要說 看到令人很生氣的消息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這次的報道 因為其實結果真的太遲了 那時候說起碼要一個多月 一兩個月 為何到107日才有結果呢 始終真的有個答案 起碼是否有個交代呢 今早已經拘捕了五個人 四男一女 在報告出爐之前拘捕了五個人 稍後可以慢慢說 消息指 有人疑為加快取得演出的許可 故意虛報文件 這個很嚴重 阿Mo現在就頸椎重創 稍後跟大家說一說他的病情 首先要說一說那個 門報的情況 MIRROR演唱會 攝氏的螢幕 一旦跌下來 當時為什麼會跌呢 原來螢幕正重 有些人說多少磅 900磅 還是多少磅 現在的報告指出 螢幕重9852磅 9852磅 不過藝能這間公司 虛報只得3600磅 接近虛報了三分之一 只是報了三分之一的重量 涉故意誤導康民署 這個涉是LED螢幕 原來事發當日早上升降已經出現問題 藝能涉虛報裝置重量 故意誤導 實際重量 9852磅 而申報就是3600磅 你想也想到 這些意外是會發生的 喂 本身是三分之一的重量 以為打算是 但是還要掉到上面 根本這件事就是收買人命 是無差別的襲擊 跌下去怎知道摘死了誰 那麽現在頸椎重創 兩個報道員壓傷 聽說有第三個傷者 不過很多報道只說兩個 事後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接手跟進 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調查原因 事隔三個半月 據知政府在今天11月11日 將公佈調查的報告 警方在報告出爐前 已經拘捕了四男一女 年齡介乎40至63歲 涉及欺詐 和容許物件由高處墮下 消息指 警方懷疑有人為盡快取得演出許可 故意虛報文件 在今天三點鐘的時候 西九龍總區警察總部召開記者會 現場直到交代案情 據了解被人拘捕了五個 就是總承辦商 藝能工程及次承辦商協興隆的職員 包括製作總監 項目經理 負責舞台工程的高級監工 其中被捕女子居於收基灣東玉縣東志國 他為總承辦商藝能工程的項目經理 涉嫌欺詐 和容許物件由高處墮下 兩宗罪被捕 在今早6點50分 他在警員的押戒下離開住所 被帶反紅磡警署調查 真是恐怖了 這件事竟然夠膽死 就是 哇 差了多少倍 你想想 警方說 我說三倍 正確的計算是LED的屏幕和申報重量差2.7倍 445入也是三倍 真的好離譜 這件事其實在今年7月28日發生 是紅館舉行第四場 VIRR live concert 2022演唱會 懸掛半空巨型螢幕突然下降 我想很多香港人對事件的影片畫面都歷歷在目 很多人現場看到 兩位舞蹈員被擊中 事件震撼全世界 事發106日 跨部門工作調查小組在今天交代調查結果 開了記者招待會 至於總承辦商 這個藝能工程和次承辦商五個人都被拘捕了 而組件就是內地扣入 是大陸貨 又指沒有證據顯示上述兩間公司有安排適當的工程師 確保組件符合一定的安全質量水準 可以穩妥使用 事前裝上去是沒有找過 沒有證據顯示有安排適當的工程師 確保組件符合一定的安全 在內地買這樣的支架 那些維持 然後呢 還沒有人檢查過 沒有安排適當工程師確保 現在整件事就是這樣 這就是結果了 事發當日相關組件已經出現問題 但是沒有人進行進一步的維修補救 是沒有的 打算有他上了去 那個表演走 沒有事打不到人的就可以了 原來是這樣的 他說一早已經知道有問題 但是沒有人進一步維修 也沒有補救 另外警方也發現藝能工程 交給康民署的文件 是涉及虛報重量 而且數字相當大 非常大 有理由相信不是首誤 即是不是寫錯 是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沒理由欠那麼多 如果你說3600 如果是3699 你還可以考慮 4200 你還可以考慮 喂 攝氏LED螢幕 真實重量是9852磅 新報紙有3600 相差2.7倍 吊燈支架實際重量是5141磅 新報是1080磅 相差5倍 5倍 你想想 雷射燈756磅 新報200磅 相差3倍多 喇叭組件12240磅 新報1600磅 相差7倍 所有東西全部報小數 最誇張的 竟然可以去到7倍 這個真是很恐怖 人為事件 絕對是人為事件 警方又指案件是未完結的 之後會繼續調查 現在已經和70多個證人會面 錄了700多份口供 絕大部分的證人已經看到了 不排除有其他刑事責任會找到來的 找到出來的 至於Marco Value 是不是需要負上責任 警方就指今天只有5人被捕 不排除未來會有第6名人士涉事被捕 可能還未被捕 先看看 警方於調查報告發表前幾個小時已經展開行動 拘捕四男一女年齡40至63 據知該名女子是演唱會其中一個承辦商的項目經理 警方調查發現有人在提交政府文件中作出虛報 即是剛才那些數字完全是離譜 與裝置的實際情況不等 而因盡快想取得演出的許可或有其他的目的 當中沒有做到適當的措施 確保整個裝置達到安全的水平 真是恐怖了 再說了 政府傍晚公佈的調查報告 回顧未解開的四大疑團 究竟有哪四大 為何會出現金屬疲勞 跨部門專責小組承認是金屬疲勞引致降索斷裂 說真的大了三倍 力大了三倍 每樣都報細數 為何會出現金屬疲勞 你覺得呢 受不了就斷了 8月24日小組召開記者會交代意外的調查進度 專家顧問林超雄表示 經電子顯微鏡放大5000倍 他說鋼索斷裂表面確認有金屬疲勞的條文 他又指鋼索本身有受損的情況 國際標準同類的鋼索一般可以承受1380公斤的重量 但是小組的測試過後發現只有1110公斤的拉斷力 存在20%的差距 然而為何出現金屬疲勞 當時他仍然是調查 不過你看力根本就不是1300、1100 根本就是差太遠了 螢幕的重量為何會出現誤報 小組委員工程師學會代表司徒嘉誠曾經透露 小組測試過螢幕的重量是500至520公斤 6個螢幕重量都不同 也指據悉主辦單位方向 康民署申報重量其實只有500磅 即是227公斤 相差已經有一倍 為何會發生這些錯誤 當時是沒有答案 工程師的身份是誰是工程師 根據現行的制度 如果遭用紅館的表演 需要搭建安裝 用索具裝備或懸掛搭建物及器材的時候 是需要自費平庸康民署 核准的合格、合資格、專業人士監督工程 工程完結之後 監督工程的專業人士 亦須向康民署證實工程安全的穩固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長 楊潤雄在意外發生後說 以掌握負責的結構工程師身份 但一直沒有再公佈詳情 但最新的報告說 他根本沒有找一個專業 沒有證據顯示他有找過這個人去檢查 這個裝置是否安全 責任誰負 責任誰屬 涉事MIRROR演唱會的主辦單位 大國文化和Markup Value 武台工程總承辦商為偽能工程 次承辦商剛才說過是協興隆 過往政府交代事件時 君子未完成檢查 未透露責任誰屬 暫時你說誰要什麼非 所以到現在這一刻我都沒看得到 拘捕的人就拘捕了 那麼這五個人分別涉及欺詐 因為那些報細數 這個一定是欺詐 這麼多東西報細數 亦都是容許物件由高處墮下被捕 那麼如果這樣看 喂這東西放上去 原來是超標 而你是騙人的那個數字 那就真是倒下來 不是意外來的 這是人為來的 這是意料之內來的 三倍 2.7倍 甚至有說是七倍 那些東西全部都報細的 打算盡快可以 喂開場開場 不要讓他審那麼久 這樣之前不是說什麼的 那些期不是很趕的 就說彩排又少 搭台又少 什麼都少 連真的要報上去的時間都是短 他為了彈球 盡快搞定這件事 不過這些事情 我又覺得有點奇怪 你這間承辦公司 你負責做工程 是不是上面有壓力給你 我一定會賣票 是這些時間 還有有人說 後來補那些場 補在之前 把整個彩排的時間 縮短 是早了開場 究竟是不是會有些公司 去跟你說 不行我不管你 你怎麼都要跟我 盡快開場 然後 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沒有理由的 你承辦商 你負責做工程 我不用跟你說 做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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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當中有沒有收過人的利益 然後 就要把這些事情 可以的 這樣寫不就行 不知道 拘捕的人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這件事 不過這個是想 而已 這件生意不是你的 你收了人的錢 其實就是幫人搭台 幫人申請入址各樣 誰給你壓力 這件事 哇 內幕驚人 是吧 全部 全部被捕的人 都被捕回到紅磡警署 據了解 這班人 都是剛才那些公司 究竟誰人犯錯 而主辦單位 甚至負責管理紅館的康民署 有沒有疏忽缺失 至今 仍然未解 看到 Mo現在的傷勢 就是觀感神經 他父親希望他儘快恢復 希望 現在也是很慘 情況都是 差不多 頭也不能動 是不是 都很嚴重 而一個傷勢 都是 唉 他爸爸是盼望 那些感觀神經 和活動神經 能盡快康復過來 請繼續為他的吞煙功能 祈禱 吞東西 都不是好 亦都要定時轉換姿勢 對一個沒有受過創傷的人來說 轉身是很容易 但是對於啟然 每隔一段時間都需要有人幫他去換 在病床的姿勢 以防他有枕艙 每一晚都要等醫護幫忙 調整隧脂才能入睡 治療師更需要面對不同程度 肌肉和關節拉扯的訓練 每項治療的能耐 就是說 一個人正常 一口氣跑完100米 但是啟然現在要分幾段才可以跑完 因為他跑了20米 他要休息半分鐘才可以再跑 就是他每一次接受單項治療的情況 希望他能夠強化體能 每次可以縮短休息的時間 這個是希望為他討告 爸爸的代討信 也都轉訪治療 仍在探討最適切的治療病房 需要更大的體能 祈求阿Mo身體各個器官的功能 可以保持健康正常運作 因為阿Mo勇敢接受下一步針對的治療 同時也需要更大的體能 他爸爸媽媽就說 就算風雨再大 就算外面多大風大雨 阿Mo都渴望我們能夠站在他身邊 在床邊陪他聊天陪伴 所以呢 再風大雨大 他們都要站在他身邊 也都希望創造主同行的體驗 這一次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經歷 與創造主同行的體驗 是的 今天得到一個答案 不知道你們滿意嗎 看到這樣真是很糟糕 我覺得完全是壽買人命 這個 唉 不知道警方之後會不會查到什麼 現在有人被捕呢 如果要供那些人出來 我相信都會的 你不會說 你除非之前收了別人什麼 然後包庇的各樣 喂 我覺得這些 這些真是 估計的就不說了 希望警方快些查到答案 究竟誰去要你們 要加快開到一個show 要準時拿到一些批文 然後盡快 要不惜用一個假的 假這麼多的 差這麼遠的數字 幾倍的數字 喂 這些真的擺明是收了別人命 那你虛報 喂 你虛報一件事 我覺得是這樣的 這些被捕的人 他們根本就知道了 去捕 這些數字你們自己填上去 你 你OK 你覺得這樣的數字 可以盡快開到show 為什麼你不放回三條鋼索上去 真實過你知道的 你真的騙人 你騙自己 你這樣不是收買人命嗎 對不對 喂 你騙人騙個數字 原來這些東西是小的 我搞定 那你買幾條wire值多少錢 一條就是一千幾百 你多做兩三條 是不是可以好一點 整件事 但是不是 又說沒有找過合資格的來檢查 你告訴別人 三千六百磅 你真的當是三千六百磅嗎 你肯定是九千八百幾磅 你打算騙了別人 你騙了自己 現在是 我覺得這件事很離譜 真的很離譜 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起碼得一個資質 希望警方儘快 將一些涉事的單位 全部成之於法 還阿Mo一個公道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